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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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时间星期日晚上九点半 今天一节 我就看到 为什么会 和家家一位人本打飞机的巨主 真的打飞机的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飞机 先不要摸错东西 摸错东西就迟了 等到展示后才摸错东西 这个 这个就是 文革的六十年代 教一些人 如果遇到美帝 的飞机的时候 要拿着自己的枪 要拿着自己的枪 就要打射飞机 所以 接着就有 枕杨打飞机和打飞机 英雄集 这些 今天看起来 完全是笑料 但是我恐怕 这些笑料 有可能 都要重演一次 我为什么说 这些笑料 有可能会重演一次呢 中国山东日照市 就宣称有 unknown flying object 在他们的上空 就准备打下来 也呼吁那些渔民协助他们 现在 咬到那些 unknown flying object 我觉得 那件事就很奇怪 这个 我怀疑 unknown flying object 是不是unknown 我也是一个问题 究竟存不存在 是不是 那是否 薛丁格的 unknown flying object 这个 也挺有趣的 是不是 大家都听过 薛丁格的猫 那只猫 存不存在 是不是 那现在就代表 薛丁格的 unknown flying object OK 那 那 那 究竟说什么呢 就是 如果 现在是 上世纪60年代 你说 有 美国的 Bloon 或者 有其他的 fying object 在你 中国的上空 这个 我觉得 是 不奇怪的 因为那个年代 间谍卫星没有那么进步 很多技术都没有那么进步 是不是 但是 今天 大哥 二十一世纪 二十年代 已经 已经不是二十一世纪 我们已经在说 就是 我们来这个二十世纪 已经很远了 大哥 二十世纪已经说了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都 我都已经人到中年了 OK 你想一下 你 如果 现在美国 以现实美国的技术 你中国 你的fying object 你 unknownfying object 你怎么会 都飞到 六万英尺的高空 最后 你都要 要找 要 要 要找 这个 就是 F-22 再加这个 響尾蛇导弹 搞定 是不是 美国都要这样做 我想问 中国 連f-22 都没有 OK 就是 你究竟 中国的fying object 是什么 为什么会 突然出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 我觉得最疑惑的 就是 究竟中国 有没有能力 去击到 所谓 unknownfying object 存不存在一个问题 我看就不存在 这个第一 第一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 unknownfying object 长期滞留在空中的话 照计 第一 就会有人看到 微博那些 应该有人看到 第一 第二 如果 unknownfying object 真的存在的话 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 不会叫愚民去骂 OK 为什么不会叫愚民去骂 因为 因为 我也是说一句 你那个payroll you don't 你不知道 那个payroll上面有什么 你 可能有一些 寒天用的有毒化学品 OK 可能有爆炸品 可能有biological weapon 可能有anferens whatever 就是 我相信 如果真的在美国做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由一个小心謹慎的角度 这些 当上面那些东西是unknown 你也会说unknown 就是unknown 你怎么会 可以叫愚民一起骂呢 那些东西是你的 你知道 那些东西是人速无害的 肯定没事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打自己的东西 OK 然后扮成美国 要不就是这一只 要不就是 就是object根本不存在 OK 我跟那些 可能有东西打下来 你帮我捞起来 现在可能 找人 就把那些残骸 就放在水面 我身上就可以了 那但是 那件事是 问题就是 你不会这样搞的 现实如果是真的 是这样 那为什么美国 说 叫民众 don't touch 不要动 不要碰 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 那些是什么 那些 那些 你找一些FBI的专家 搞定它 就算了 这个是for your own safety 的 purpose 所以你说 中国那个 日照市的公布 我已经觉得 很奇怪 哇 你说什么 就是 好了 我刚才说到 就是 你这个 那些 你的安排 已经 我觉得是很 奇怪 很离奇的 一件事 接着 好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 我假设 这个 Unknown Fire Object 是从美国 我不要说 Unknown Fire Object 就是外太空 外太空 就一定打不到 是不是 我怕 习近平打完之后 接着 外星人 走去掃平中南海 那时候就好笑 外星人没有掃平美帝 但是掃平了中南海 那时候 那时候就好笑 那时候 你也知道 外星人 如果现在来到地球 最怕 第一个 landing point 不是美国 第一个 landing point 是美国 就是最多 虽然可能 或者会怕有些人 怕是狗射枪 但是美国应该会很小心 去处理他们 但是 第一个来自中国 我看来 就是怎么说 以这个中国人搞出 八角圆军的经验 我看怕会有这个外星人 几十个星系的 星球 那时候真的 天杀地球反击战 真是 橙平北京 都还有静 你也知道 以中国人那种性格 是不是 你真的 整个北境 如何变成 真是移为平地 刚刚正正 都还有静 如果是以外星人的 那个 那个文明水平的话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都应该很强 应该 好的 如果这个 Unknown Fire Object 不是一些 Alien 或者一些外星人 那些 就是我们不是说 ET 火焰片 好的 如果我们真的在美国 你猜中国有没有 有人打 我怀疑 有没有人打来 有没有人detect 都成问题 当然之前 这个 这个 击落隐形战机 那件事 中国是有点弱的 打下来的那一批 就是 藍斯拉夫那一批 那问题就是 好了 就算我给你拿到那些 就是 可能有一些 小微的位置 可能你仿制到 但是 最大的关键就是 如果我 你美国的 你中国的Bloom 你自己都升六万英尺 是不是 如果这样来说 你 美国 我忘记是Bloom 还是 还是 MQ-9 whatever 什么都可以 第一 如果美国搞这些 你多数是detect不到的 因为基本上 根据 之前 癌斯拉夫那次的经验 你打下来 就是 让中国知道 美国的 隐形牛洞之后 基本上 就是F-35 那些 现在就已经大幅修改了 其实就已经把这个流动 都修复了 所以 其实基本上 中国 除非有人 就是 有间谍 帮他留招 不然 基本上 他不会知道 美国的隐形技术的流动 新一代 他不知道 他能否detect到我很怀疑 就算你说用肉眼 中国人 用肉眼的话 中国人哪有这么好的耐性 如果用肉眼的话 你看到的话 你要让人出来 證明原来 美国都有做这些事情 什么 什么说到现在好像很奇怪 那件事真的很奇怪 日照那件事真的很奇怪 因为周围都有人传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你detect不到 都不得了 你还有一个就是 有什么 如果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第一 如果那些飞船 我相信动力系统会好很多 因为中国那个 航天科技那个 那个问题 出在哪里 北欧都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引擎 我这些引擎不行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中国 山寨俄的引擎更不行 引擎技术 这件事 说来说去 都是英国 美国 法国 三个国家 玩完 到今天都是 可能 德国也不是 德国 不是喷射引擎大国 喷射引擎大国 喷射引擎大国 即是他有喷射引擎投资 他和 Rose Roy合作有 但问题是 喷射引擎大国 一向都是 法 美 英 英国是Rose Roy 美国 就 一间半 一普惠再加 半间通用电器 因为通用电器 它那些 引擎那些 如果去到善业 那些位置 是比法国好做的 他们 美国很不够的 那些不是美国很负责的 那些是法国很负责的 那些是比较有趣的 那些是比较过瘾的 所以 我说 其实基本上是 你如果法美英 三国之内 你哪个人能够掌握 吞射引擎的技术 你中国可以掌握 吞射引擎的技术 如果在中国可以的话 你C919就不用买外国引擎 你老板 你整件事都按钩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 我也是那一句 没有弯道超斜的 所以你说 你中国哪里有能力 就算我 我比你美国 有六万 有六万英尺的器材 在中国的头上 你有没有人打下来 没有 不 不 你不是用战机打下来 你可能用 什么类似 什么 地对空导弹 那些东西 你可能就用地对空导弹 打下来 但是那件事就很贵 而且你中国的地对空导弹 是不是这么准 我就不知道 因为那些囊截技术 那些 你是不是用S-300 又是 什么 我没有深究 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 unknown finding object 在什么位置 他可能用 但是问题就是 我不见得美国的东西 它有一个偵察 而且有一个人打下来 我不见得 而且你不会突然说 山东日照突然间 刚才你说北京附近 都可能还有一些 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但是 我相信这件事的真正 为什么会玩这些这么搞的东西 就是突然间 这个是习近平 文革式愚民政策的回潮 为什么 所以我想 为什么会拿这本书出来 倒吵 就是这个 习近平 这个气候事件 基本上他是自包不住火的 因为你几次回应 那些都是 你中美媒报的 你知道习近平的 习近平是一个民粹 其实 我一开始跟你说 他是民粹 他也是民粹 他是民粹主义者 他不单是 正如安倍晋三 在他回忆局所说 他是一个极度 冒实的一个人 这个肯定是 极度冒实之余 而且这个是民粹 他是靠民粹来吃饭 他将薄熙来那支 民粹主义的旗 抢走了 然后他自己玩 而得来的 OK 来得到他今天的 权的基础 是这样的 他是 基本上他是 靠这个 这个 将文革之后的一代 那个 年轻人也好 他是有一定的 你不要说他没有民意基础 没有民意基础 他 但是他那套民粹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那些人知道 如果那些人知道 如果那些中国是不好料到的话 我会反够他的 因为那些人是靠多巴胺上澳的 这个政治 说得难听些 就是 为什么 我之前也有一个集中说 你 怎么 拉丁文有句 有一个厌语 就是说 你要解决一个政治问题 最好被他斗手牆去 那 那丁文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有些 有时候 人 我都要知道 人类这种动物 就是 我们不是 TrapGP的世界 我们不是 TrapGP的Trap Boy 我们是 人 是血肉资区 血肉资区 有时候 多巴胺上澳 人追求多巴胺上澳 或者人追求 兴奋 那时候 就什么怪事都会发生的 所以 你 因为人追求那种 兴奋 那 有些人就可能 很喜欢做 很喜欢做 做运动 做运动其实是好的 是有一种很好的 去拿兴奋 而 而 这个 又对你身身有异的方法 真的是 正确地使用你身体的 reward system 但是有些人就是 为了 参求的reward system 得到兴奋 有些人就 吸毒 有些人就 有些人就 性沉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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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 又不断地看 看 爱情动作片 是不是 看我权利动作片 居留的 多巴胺 是不是 老实说 这个习近平 是多巴胺上澳 他的政权的基础 就是靠多巴胺 靠他 我不断地说 一些 很神经的东西 然后很开心 那些人就很开心 那些蓝丝是这样的 蓝丝就是 那些多巴胺上澳的朋友 那我现在 但是 如果 他不做一些事情 那些人打不到飞机 即 即 打飞机的 这三个字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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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问题的 那些人 会有问题的 那些人 那些人 会觉得 会很感不满 即是 天堂跌落地獄 很感不满 那些事情 他会出事的 其实 你其实是 所以 习近平 他就要用文革那套 来回应回 回应 所谓的民意 所以突然间 突然间 山东突然间 山东是他的地头 基本上 是习近平可以控制到的地头 他不是其他区 如果是其他区 譬如 你说上海那些 他可能在福建 他又不敢在福建玩 为什么他不敢在福建玩 因为福建玩 很容易拆穿就火 福建玩 这件事 就很容易 即是 你说 我射够了一个 unknown fighting object for somewhere 很容易拆穿 那 那习近平是不是想 现阶段 开大片抬海 我现在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好像 有点 他会慎重 这一道 我估计 军方些 或者未必他想慎重 可能军方些人说 喂 你玩歸玩 不要玩在福建 福建 当然是他 100% control 因为那是他的斗 但是 我估计 军方些人 未必被 未必同意 可能会被 推荐 你去山东玩 你不要 山东玩 你最多是 第一是接近 京基地去 第二就是 山东玩 你不会引起 台海紧张 你会对着 南巷 有什么事 都会骂我 第二个 你可能骂我 我骂我 南巷 中枪的朋友 最多是 但是 这件事 我估计很大机会 是一个打飞机事件 他只不过 真是 因为 这件事上面 連續打了三个气球 说不过去 现在就看第四个气球 在哪 因为如果第四个气球 都打完我们 其实就 很瘀的 在中国 在中国 瘀到 跌到地上 咬回沙沙 这些 这些 用讲俗一点 就是 跌到地上 也要咬回沙沙 是这些 就是 我想 习生 他主要 他跌到地上 他要咬回沙沙 他要 安抚民情 所以 他就搞出 这些 这些 突然间 突然间 有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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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飞机的 但是 你问我 这样 搞 会有什么 就是 会怎么 你问我 我看法是这样的 就是 美中关系 不会好 好 不会 美中关系 会一个恶化 这件事 为什么美中关系会一恶化 这件事 不难解释 因为 你现在 你玩回文革那一套 你是靠先动仇恨 你维持你管治那些 你玩得 一开始就玩 老实说 你只能一往无事 就好像那些抗日神剧 抗日打飞机那些 那些 抗日神剧那些是很离谱的 那些搞日本人 你为什么当笑片那样 研究成本书出来 大哥 因为我真是笑片 老实说 你说日本人 你说他的幽默感好又行 你说他的交易强又行 是不是 就是 他觉得就是 你整件事 这班人 我怀疑 可能那些制作人员 会故意弄得这么交 我怀疑 你说 你当抗日剧是 笑妖的来处理 你为什么 免得认真度 是不是 我还要去日本旅行 是不是 或者他私底下 可能他根本就很喜欢日本 甚至有些抗日神剧 是有日本人想去演的 大哥 真的找日本演员 就是有的 你怎么说得过去 你以为是当交片做 你当交片做 各方都很交代 你不解 是不是 那问题是 你现在是 你习近平 你现在 你这样玩法 你为什么 因为你为了回应文情 你这样 突然老屈 美国有Baloon 什么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些 你去到这样的时候 美中关系是不会好的 你一个会建筑 一个会升级 就是 美国和中国 完全抗争 是一定的 所以如果对香港来说 这个大部分观众在香港 接近一半 如果中国和美国 抗争到这个地步 已经去到一个 敌我矛盾的地步 香港 因为香港不再是英国殖民地 最惨 香港 基本上经济就玩完了 没有办法 吃四方法 接着就是 华尔街的资本 会撤出的 他会撤出中国 我怎么会留 我还留在这儿干嘛 你怎么说 嫌命长 对不对 我在这儿干嘛 我嫌命长 我嫌 你怎么说 又被这班人 捂了我的资产 好像1949年那时候 不会的 所以 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 如果习近平玩文革那一套的话 你可以预期美中的关系 是会一无恶化 一无恶化下去 你 你拿着什么时候 真的会开一次片 这些很容易拆尘就货 除非你换走了习近平 不然很容易拆尘就货 当一拆尘就货 这些是一往无前 加上中国经济 其实 习近平玩文革这套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中国经济应该差不多玩完了 其实有一样东西 大家 这几段我都开始说 恆大 恆大和中国其他债券的 那些 和本金的到期日 如果那些到期日 应该是 和那些 恆大破产营讯那些 那些日子 一个Mindstone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 其实 由 这个月开始 因为 开始的 开始都在准备的 准备的 一直这样打下去的时候 很难不打的 因为 因为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太 太 弱了 所以 现在你看到 那些来的 没有中国的大鱼豪 已经开了关 全部那些 不是偷电风 公司偷风扇 做拐子党 或者那些 批手批脚 那些 你看到 真的很恐怖 你知道中国 放了一些策略 所以 最近还做好 防盗措施 各位 好了 今晚这次 到此 下一节 晚上12点左右 小鲍 好 好 离开 感谢观看